1085年,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被辩黄州,为报答好友孙爵的款待之恩,苏东坡画了一幅《肖乡竹石图》,送给了孙爵,此画是苏东坡唯一存世的两幅绘画真迹之一,另外一幅为《枯木怪石图》。图为《苏东坡》。 园统二年1334年,《肖乡竹石图》流传250多年后,北湖南书画收藏家杨元祥,在一位故人家中见到。最后,杨元祥已建南京梁台的杜德府,用黄金20两买下了此画。 图为《苏东坡塑像》,明洪武初年1370年,梁台大收藏家李炳中用黄金50两,从杜德府手中买走此画。李炳中将此画看得比生命还重要,李炳中此前曾告诫儿子李从善,此画是传家之宝,李家子孙不得见卖,否则我将此不明目。 图为《明代官员画像》,明家境37年以558年,古画传到第八代子孙李贾锋手中,在四川江阳,李贾锋偶遇了七十岁的明朝大才子杨慎。杨慎被策划进行了提拔,肖乡竹石图身价从此暴涨了十倍。 图为《杨慎》,三百年后,古画在李家传到了第21代人。1928年,李家子孙李长勋,为抽大烟。 将古画盗走,以十块大洋的价格,卖给了北京风雨楼古玩店,在李家传承了558年的传家古画,从此流失。 图为《大洋》,1930年春,吴佩孚的秘书白坚夫,来到风雨楼古玩店,白坚夫慧眼独到,而且运气极佳,同时买下了枯木怪石图和肖乡竹石图。 图为《肖乡竹石图》,在当时枯木怪石图已经很有名气了,白坚夫花了近十万大洋才买走,而比枯木怪石图更传奇的肖乡竹石图,才花了十块大洋。 图为《肖乡竹石图》,1935年,白坚夫将《枯木怪石图》,以一千两黄金的价格,卖给了日本商人阿布芳斯郎。 图为《枯木怪石图》,1961年,白坚夫生活陷入困难,于是,将古画拿出售卖。 但当时的专家都认为这是赢品,最后,著名作家邓他力排中益,倾尽家才凑个五千块钱,买下了这幅古画。 图为《邓他夫妇》,1963年秋天,邓他被打上了刀卖文物的罪名,原来邓他买画石数大招锋,引起了某位高层人士的嫉妒。 就在《危急时刻》,另外一位高层人物出手相救,邓他买画从有罪变证有功。 据事后方间传闻,邓拓所得罪之人就是江,而出手相救之人是康。 图为《大运动时代》,1964年,邓他将肖乡竹石图,和自己珍藏的唐伯虎、文征明、求诗周等古画,144件全树上交了中国美术馆。 1984年春,国家文物局组织谢志柳、徐邦达、杨仁凯等国内最领先的专家对肖乡竹石图进行鉴定,最后众人一致认为此画乃是苏东坡真迹、图为《大运动时代》。 如今,肖乡竹石图,已经成为了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。 从书画的价值上来说,此物是一级国宝、无价之物。要论其市场价值,参照2018年11月回流拍卖的枯木怪石图4、6亿港币的天价,肖乡竹石图不会低于5个亿,甚至还会更多,图为中国美术馆。 明镇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